今天到了两个大家伙 一个是在老伯直播间买的 然后这个这个是阿伟买的 这个家伙有多大呀 这怎么用阿伟 这个等下拆开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搞得好神秘的一样 他名字我都知道是什么 你怎么会想着买这一台东西呢 他每天早上早上起床 给小孩的烧开水啊 我有了这个就省了烧了 这样子吗 对呀 阿伯跟我说这个喝自来水就可以了 就是等于让我喝自来水 接着水他就进去就咕噜咕噜咕噜吧 这里为什么这里亮了要换水了吗 应该也不是啊 这里有温度我试一下 这样子我们就不用烧水了 这个就可以拿去扔掉了呀 这样子好用好用 我先喝一杯花茶先 还别说感觉好像还挺好喝的 自来水就可以喝了其实还是挺方便的 刚刚我换水是因为这里提醒换水了 所以我就去换了一下 换完了它又开始进化了 换完了它又开始进化了 其实还挺好用的 直接接自来水就可以喝了 还有这么多个温度可以调节 你看你要喝不要太烫的温的 还有开水都有 我们家的那个烧水壶直接就可以扔掉了 它是挺实用的 我们家的男人这会怎么有那么点小聪明呢 就为了早上不起来烧水是吗 今天晚上我们吃猪肉炖粉调吧 怎么样 我能不能跟你刷两个事情 你说 叫老妈跟老爸吃一点菜给我吃的 我想吃咱们家的菠菜 你给他打电话比我打电话效果还更好 好嘞 我等一会儿再打个电话看一下哦 买这个买这个 买这个就够了 我突然想到我买了这个大排菜五块钱 这么小一个 要在老家都不用钱 如果买的话 五毛钱一块钱一大个 真的 但是呢话虽这样子说 不过啊城市还是比较物价位相对的会贵一点 也是正常人家也要赚钱嘛 对不对 也不然老是叫着说这个菜太贵了 我要给公公先打个电话 我才能安心的做饭 我现在一心就想吃老家的那个菠菜 老家的那个菠菜啊好甜的了 没人接呢 看来我又要看监控了哦 哎 老爸 你在哪呀 啊 你在哪里啊 我跟他聊了 今天还有没有下雪啊 啊 今天还有没有下雪啊 今天请了 今天请了 我想吃家里的菠菜 啊 我想吃菠菜 你寄一点菠菜给我吃 啊 菠菜怎么寄 那香里面 就可以寄了呀 那个香是吧 随便香就行了 紫香就可以了 我觉得 什么 门口还有什么菜我看一下 菜心才能吃这个 这个 这个还不能吃 啊 就菠菜 还有你儿子爱吃的同好就可以了 哦 你看那个麦子都长出来了 阿伟 嗯 绿油油的 嗯 啊 麦子都长出来了 啊 麦子都长出来了 嗯 你看这个菠花 呦 老爸你拿远一点 这怎么开这么多 是吗 那 你看那那那那 那全部都爆满了 嗯 那个月季有空都可以给它剪掉了 冬天它不长了 这等个五两天来剪 这还有半个花的还有 哦 还有一两个花什么都剪 哈哈 嗯 有花怎么说 这边有花的 哦 这里还有花呀 嗯 嗯 嗯 好嘞 你看这就给我开多花 啊 好好好 行 啊 前面那个菠花现在开的最好了 啊 你们吃饭了没有 吃了啦 讲吃了啦 那我也要去煮饭了啊 我主要就是给你打个电话 说我想吃菠菜了啊 好 啊 老妈呢 明天嘛 嗯明天那个 好明天了 好明天了 好 老妈呢 老妈头去了 又吃就完了 好嘞好嘞 拜拜 啊 好好好 又有菜吃了 哈哈 像样子 煮饭 别跟我啰嗦 你看我们那个花生是长得很好看 不过可能过来时期也有可能会回去 我也有可能会回去一趟 我可能去江西 到时候看怎么安排吧 去买绳子的时候看一下 回去看一下 回去留待一下 可以啊 到时候看 到时候看吧 因为卖绳子都出去 那么多天了 也得回家一趟 计划感不到变化 嗯 这种东西不敢说 就回去了把那些花卡卡卡剪掉 然后又拉拉一堆菜回来 我看到有一条评论说 我看你经常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 为什么你家都没有 因为我都分完了 这是个习惯性的操作 前天的视频 有一条视频评论底下 有人说 亲妹妹 你是在炫富吗 不过你看起来也不像有钱人的样子 我一直都说了我没有钱 知道吗 真的没有钱 我只能用这些菜 老家的菜 然后拿来分享 因为人家给我的是好东西 但是我给人家的只有青菜 走了煮饭 其实啊 现在吃菜真的比肉还要贵 我吃一块肉是 十块钱 这一袋虾子 它不是新鲜的 但是是当天那种挂掉的那种 因为好剥嘛 我拿来剥肉了 一起进去炒 炒那个 进去炖 炖粉条 十七块钱 然后菜就要五块钱了 不过说实话 老家的菜 因为它天气冷冻过了 确实是好吃很多 主要是好吃 在我们这里 说真的 如果能吃到那种农家菜 他们都很开心的 像 我 我姑姑他们啊 谁啊 如果吃到那些农家菜 比吃山珍海味还要开心 因为他们家有的是钱啊 他们也不猜 不缺说什么山珍海味 还是说吃多好 多好的都吃过 就唯独就是这些农家菜 比较难得 所以每次回来 我都会带很多 然后带回来了 真的我家里面 可能连冰箱 一根菜都没留 或者说就留几根菜 都是留在我妈妈那里 我妈煮嘛 然后我就下去楼下吃一点 经常我也都不在家 我也很少煮饭 其余的都是分 分掉了 都送给他们了 再说我家里 确实就是属于一般般的 在我的朋友圈当中 真的我是属于那种 不要穷的 我跟他们确实没得比 像你让我去在厦门买房 我真的买不起 说真的 哇好痛啊 我的手还在痛 戴个手套 一不小心它要碰到 这个虾仁 有的不太好剥 就是它还挺新鲜的 如果你挑那种 有的变白白了 一剥就掉了 那种就是 已经炸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还不太好剥 它那个壳还连在肉上面 我觉得猪肉炖粉条 是一道很简单又好吃的菜 确实好吃 好吃以前为什么没人做给我吃 十几年了 你就让我去年 今年才好好的吃到这一道菜 以前都没有人做给我吃 从来没有过 好少了 我也想要跟你说过 这句话我必须得反驳 以前有人说过 但是有人不会做 就这样让我那个粉条炖小鸡 粉条炖大白菜 但是我没有煮过 它要让我煮 我哪里煮得出来 今天我吃过了 我才知道它的好吃 对吧 对没毛病 也好多人问我 有没有粉条 我想吃粉条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 想吃的话 过段时间 我尽量的给大家找 你看你们家 猪肉这么一条 还得放十三姜 我没有吃过 我没有见过 我哪里知道 但是这个好吃 我也不懂 反正加上去味道还不错 炒点蚝油 这些我感觉都不够吃了 我都已经忘了怎么煮了 好像这个菜还要再炒一下 我就没炒了 没事 等一下再捞一下了 盐都忘记放了 加入水 虾仁也忘记炒了 啥东西都忘了 太久没煮饭了 谅解一下吧 哎呀我的锅干太小了 不管了 就这样子一锅焖在这里 等一下再来翻它一下 现在暖了就可以来翻它了 我们就一直这样子 奔奔到那个水没了就可以了 干了就行 感觉不够吃的样子 终于好了 底下都快焦掉 有点干掉了 哇塞 底下不要有点点住了 又是一大盆 每次猪肉炖整条都是一大盆 拿碗开吃了 来吃饭了 吃完了 该干活的干活去 该上鞋的上鞋去 准备了 鸡铃 吃饭 吃虾子吗 粉条多一点是吧 菜也要来一点 这个鱼是豆腐我爸炸出来的 这个炸很好吃 嗯 真的好香啊 别炸了 嗯好吃 很香 家庭的味道 软软的吃吃的呀 菜啊 我帮你捞菜 你去帮妈妈打一杯水 妈妈没煮汤 会用吗 会 嗯 要几度的 45度的 45度的 45度刚刚好 我喜欢36度 你喜欢36度 你真是不爱喝烫的 嗯 刚好冬天的时候 不会喝那种冰冰凉凉的水 也不用担心说 随时要烧一个水了 对吧 嗯 几度都可以安排 真好 最好是早上 这一次我直直夸你了啊 最好是早上上学 被我祈祷爸爸的烧干水了 对吧 我说的没错吧 绝对不够吃 还是互相礼让的 这孩子他爸都没吃饱 大哥也不怎么敢动 我也不敢动 吃的空空了 刚刚我们还拿掉了一把那个粉条 那一把粉条加下去就刚好 是吧 谁知道一个个战斗力这么强 我是七分饱 刚刚好 好 大哥 包饭饱 包饭饱了吗 哈哈